11月7号是共产主义圣难者纪念日 在白宫发出了正式声明后 布朗普总统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共产主义圣难者 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介绍详细的情况 耀义 是 报容 在今天一早呢 白宫就发出了声明 声明当中说呢 这个全今年的全球 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的纪念日呢 恰逢是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 那么也提到了这个1989年11月9号呢 这些人将这个 里根总统强有力的话语诉诸行动 推导那个象征为极权主义的象征 那么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 也就是民族与法治 永远会战胜压迫与暴政 那么在下午呢 特朗普总统在2点15分的时候 就在白宫图形白宫室当中 接见了几位共产主义受难者 那么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他们分别是代表波兰的 阿尔多纳伍斯医生 还有代表越南的 也是网上秘称为 蘑菇妈妈的软玉如穷 另外还有代表古巴的是 希利阿尔拉里昂 还有代表委内瑞拉的 丹尼尔迪玛提诺 以及代表朝鲜的 葛雷斯杖 那么今年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 任何代表中国的人士参加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 会见这个 图形白宫室里面 会见这些共产主义受难者的活动 只能注意的是原本是开放让媒体采访 但是在媒体已经聚集在同行白宫室外面的时候呢 会突然宣布并不对外开放 那么我们只能注意的是呢 在这个当中里面的葛雷斯赵呢 他是朝鲜的脱陪者 那么其实呢 在两年前的一次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当中 他是不赞成特朗普总统的做法的 他认为说呢 制裁对遏制平壤 以及计划与军事朝鲜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呢认为朝鲜政权不应该再存在于这个世界 应该认为美国与盟国要采取秘密的行动 来推翻朝鲜的竞争政权 那么之后呢 他们在白宫西乡外面会见媒体的时候 葛雷斯赵再度说呢 他说他在与特朗普总统见面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朝鲜的人权议题 但是还是希望未来美国政府与朝鲜政府 能够提到人权的议题 那么在回答美国知音记者问题的时候 葛雷斯赵者是表示说呢 他的想法没有改变 他认为呢 朝鲜可能在政策上是装模作样 看起来好像有所改变 但是朝鲜必须要控制并且不利子的人民 所以他相信 如果没有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呢 朝鲜人民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那么此外呢 这个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这个主任 马里奥史密斯呢 他只是特别强调说 现在这个共产主义的祸害 严害到全世界了 包括中国 看到中国现在呢 有许许多多的向世界扩张他们的影响力 他也呼吁这个习近平呢 要停止习近平现在这种高压镇压的做法 那么呢 代表越南的软欲无穷 也是说呢 共产主义呢 现在人家世界上去继续祸害全世界 除了越南之外呢 中国方面也深受共产主义的祸害 他也希望美国在这方面 能够多加努力来帮助这些共产主义的受难者 包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要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